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2月28日,星期二 大家呢,看我现在穿一个羽绒背心 为什么穿一个羽绒背心呢?冷啊 加拿大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冷 有多么的冷 我今天呢,早些时候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28-2的那个视频 有多冷 加拿大如何预寒 加拿大冬天这么严寒的天气之下 加拿大人如何生活和娱乐 你可以去看看我那个视频 我在这里呢,话不多说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就聊一下 关于中国武统台湾的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近期内不会发生 估计是2024年之前啊,不会发生 2024年之后什么时候发生 也不一定 那要等等看了 2024年的时候呢,美国也没准会发生内战呢 如果美国发生了内战 美国垮掉了,或者是半垮掉了 那像台湾呢,日本呢 失去了大后台 那台湾呢,很有可能也就顺顺利利的和平回归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呢,有很多人 还是有这种和平统一的这种主张和想法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尽管说呢,大家都知道哈,我韩梅是一个主战派军,应该三下五出二赶紧就把台湾给回归了 但是呢,我今天呢,想说的不是我韩梅的这个主张 我是想说一下中国政府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呢,是不想统一台湾 不是说不想统一台湾,就是统一台湾这个事呢,可以往后放一放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那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还真是就像美国说的 中国呢,有当全世界霸主的这种野心 中国没有霸道的那种野心 像美国的那样的 在这个全世界呼风唤雨 欺男霸女 邀五贺六 中国不是那样的 中国呢,就是把全世界的发展 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现在呢,纳为自己的责任 中国现在呢,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心 有这个心,有这个力 来为全世界呢,做更多的事情 这一点呢,在最近的中国的一些外交活动啊 还有在全世界的一些政治性的事件啊 都能够体现出来 习近平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又提出来了一个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呢,不仅仅是提呀 不光是说呀 不光是说在嘴上 也落实在行动上 而且呢,习近平的这种理论呢 对另外的一个政治强人 那就是普京 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普京在前两天23号的时候 他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大型的那个记者会上 他的言语呢 他的这个发言就体现出来了这一点 体现出来了 把这个发展作为第一priority的这种观点 这种立场 普京呢,就反复提出来说 我们俄罗斯并不想打仗 尽管我们是把军队部署在俄乌的边境上 但是呢,我们不想打仗 绝对不想打仗 而且呢,普京在他的记者会上呢 他还提到了 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思想 建立这个互联互通 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一个 小投入大产出的一个非常英明的策略 那在国际舞台上呢 俄罗斯也非常的配合中国 就倾向于使这个世界创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很明显的这一点 比如说呢,最近中国连续进行了几个比较大的这种论坛 比如说中非发展论坛呢 比如说中国和东盟的这个论坛呀 比如说中国和拉美中拉的这个论坛呀 还有中国和中东的这些论坛呢 就有各种的论坛 在这些论坛上呢 中国就推出这些全球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的这些理念 受到了全世界的赞同 你没有办法不赞同啊 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对不对 谁都想过好日子啊 而且中国现在呢 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呢 也是越来越大 中国实行这一带一路八年以来呢 成就还是很显著的 那现在呢 中国又在进行一系列的这种部署 前两天的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中国在非洲为当地的发展 已经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成果呢 也是非常的显著的 只是呢 在美国的背后挑唆 和CIA的那种安排运作之下呢 经常会发生一些不安定的事件 有什么绑架呀 什么爆炸呀 什么之类的不安全的事情发生 那我前两天还跟大家介绍了 俄罗斯呢 做了一件事情 俄罗斯就在非洲部署了雇佣兵 这些雇佣兵的部署呢 就保障了非洲的安全 可以说呢 是为中国在非洲发展经济 是保驾护航的 那中国呢 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的时候 和伊朗签订了25年的发展协议 这个25年的协议里面呢 有一系列的项目在里面 那还有一些项目呢 还在谈判过程当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呢 就是和伊朗之间的这些贸易呢 用人民币结算 这样就避开了美国的这个制裁 还有呢 就是为伊朗建设 它的那个港口以及铁路 就为伊朗的这个经济的命脉啊 给它就打通了 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啊 这两天的时候呢 中国和伊拉克 又签署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呢 也是非常的宏伟的 中国要用这个两三年的时间 我忘记了两年还是三年啊 两三年的时间 要为这个伊拉克 帮他们建一千所学校啊 一个国家的发展 主要是要看它的教育 看它的年轻人 它的人才得跟得上啊 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学校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在伊拉克那么多年 对伊拉克没有任何的帮助 只是毁坏人家的家园 那中国呢 是帮这个全世界 实实在在的做事情的 要帮伊拉克建一千所学校 你想都能想出来 这一个项目 得受到伊拉克的政府 以及人民多么的拥戴 是不是 中国政府呢 一定会在伊拉克 也是非常的得人心的 那如果说在伊拉克得人心 美国早就被人家伊拉克要求 他那些军队撤出去 对不对 早就要求他撤走 他就是二皮脸 死活就不撤 但是呢 人家伊拉克呢 经常实不成的 那些反对美国的那种武装 实不成的 就给美国捣捣乱 要不呢 就炸炸你大使馆 要不就炸炸你这个军事基地 你跟着赖着 跟着不走 你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反正是美国在那呢 是不得人心的 因为他不干什么好事 所以中国呢 在伊拉克和伊拉克的这种合作 也保障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毕竟是一个石油 以及石油产品的一个消耗大国 我们是离不开这些石油产品的 所以呢 和中东搞好关系 这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这两天呢 大家可能还听到了一个新闻 那就是沙特呢 从中国购买了一些导弹 这件事情呢 也蛮轰动的 因为通常来说呢 沙特的这些武器呢 尤其是导弹 都是由美国给他供应的 现在沙特越来越多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 这个沙特呢 越来越和美国是离心离德了 穿着背身有点热 还是脱了吧 毕竟我这个屋子里面 是一个横温的状态 我设的是23度 穿着那个羽毛背筋 还是有点热的 就是说中国在中东的这个部署呢 是非常有效的 中东的这些国家呢 和中国的关系呢 都是很友好的 包括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都还不错 那这是中东和非洲 那前一阵子呢 中国和拉丁美洲 也进行了一些论坛和高级峰会 那我们都知道呢 前一阵子这个宏都拉斯是大选 对吧 现在赢得大选的这位后任的女总统呢 在竞选期间就已经宣布了说 如果我当选的话呢 立刻就和台湾断绝关系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 那这件事情呢 虽然说这位后任的总统女士呢 还得等一段时间 才能走马上任 但是呢 抢先和台湾断交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呢 就是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和中国的建交 意义呢 是非常重大的 比宏都拉斯的意义还要重大 它的意义重大呢 是因为尼加拉瓜这个地方呢 是要修一个运河 如果这个运河 如果是修了的话呢 它会让中国拥有99年的运行的权利 就是说呢 由中国来控制这条运河 这条运河兴完了以后呢 美国的这些商船 也必然会经过这个运河 那到那时候呢 等于说是中国就控制了 美国的这个经济大命脉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的一个 百年大计的一个大部署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部署 这个部署呢 现在应该说是 势在必行的 已经是定了的事了 那另外一个 对美国来说 是影响非常大的 就是美国后院的 早就不听他的话的 那个国家 它就叫古巴 中国呢 和古巴 当然说了 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建国以来吧 和古巴 因为是同一阵营的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呢 是友好的 那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呢 古巴早就和中国呢 也签订了 这一带一路 那最近呢 中国和古巴之间的 这个一带一路呢 又有一个大的动静 那大的动静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 就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问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啊 星期一的记者会上 人民日报的记者问说呢 24日的时候 中国政府 同古巴政府签署了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 就是两个国家之间呢 对着一带一路呢 进行了一项规划 就问这个发言人 能否介绍一下呢 有关的情况 赵立坚就介绍说呢 12月24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立峰 与古巴副总理 卡布里萨斯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古巴共和国政府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合作规划 这是2018年 两国签署的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网路的执行机制 就是说两个国家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签订了谅解备网路 然后呢 现在这个合作规划 就是这个备网路的执行机制了 明确的将 多项契合古巴发展规划的合作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重点合作领域和内容 这将为双方落实 元首共识 加强互利合作 深化中古友好 增添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 起航八载 一带一路啊 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合作领域不断的扩大 合作成果不断的显现 今年前十个月 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货物贸易额 逆势增长23% 也就是说呢 今年的前十个月 虽然说受疫情的影响 但是就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所有和中国 来进行一带一路合作的 这些个国家 沿岸的这些国家呢 货物贸易都增长了23% 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成就呢 就是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后 等于说就盘活了老挝所在的东南亚半岛的经济 还有呢 中欧班列开行量 货运量跑出了加速度 就中欧班列自从开通以来 出了新疆 一路狂奔 经过中亚到东欧到西欧 贯穿整个的欧亚大路 就盘活了整个的中亚 东欧和西欧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 俗话说要想赴先修路嘛 这个路只要是通了就活了起来 然后还有什么成绩呢 还有一个比雷艾夫斯港 这个是一个什么港呢 这个是埃及的一个港口 埃及和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很早的时候就和中国签署了这个一带一路 并且呢 排除所有的那些噪音 由中国来开发他们这个港口 这个港口在欧洲 在地中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货物港口 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个瓜达尔港 巴基斯坦这个瓜达尔港啊 开始运营之后 差不多使得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呢 就完全的就活了起来了 并且呢带动了周围的国家 比如说阿富汗呢 比如说沙特呀 比如说阿联酋啊 等等等等 还有呢就是匈赛铁路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个铁路等标志性的项目 稳步推进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次部长级会议 这是我刚才说的啊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次部长级会议 中拉论坛 中拉就是拉丁美洲了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推动告知两共建一带一路 在非洲在拉美更加的走实 在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 共同支持和参与下 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世界的富裕带 汇集人民的幸福路 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呢美国好像叫的挺响 然后呢我们就不免的为我们的祖国呢就捏把汗 为中国政府捏把汗 又觉得说呢中国政府好像这个口茬不是那么厉害 好像骂不过这个美国 实际上呢有理不再升高 有理不再升高 中国呢实际上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威望的 美国的微信呢在日益的减少 使他自己把自己的微信呢全都打没了 你比如说这一次欧洲的天然气涨价了 然后呢他这天然气呢就不管这契约精神 跟亚洲都签了有契约呀 你出发的时候这些货轮就是奔着亚洲来的呀 这货呢这天然气就是给亚洲供应的呀 结果呢你到了亚洲家门口了你也不卸货 然后就奔着欧洲就去了 然后呢就造谣中国新疆什么种族灭绝对不对 造谣中国新疆的这事呢 可能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呀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够确信到底美国说的是不是真的 多大成分是真的多大成分是假的 他们可能是呢搞不太清楚 但是呢有一点中国人心里面是明镜一般 中国人通过这事呢是完全看清楚了美国造谣声势的这种嘴脸 我们是清清楚楚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事的真实是什么 你造这么一个谣美国就把自己的微信自己就丢掉了 在中国人当中他失去了很多的微信 他的损失大了 要知道原来中国人有多少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 那就一个美好啊 包括我自己对不对 现在呢 以前在我们眼里面美国就是一朵花 可是现在呢他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臭口屎 你说这差多少 这并不是说中国来洗了我们的脑 是他自己 自己的表演 我们以前把他当成一朵花的时候 那会儿我们是被他洗脑了 现在我们认清了 然后呢赵立坚就说呀下阶段中方将同各方一道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坚持开放绿色连结理念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发展的规划 倡议对接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的一年将继续向前迈进 不断取得高标准会民生可持续的丰硕成果 你看中国还有自己的计划呢 在下一年当中 要把这一带一路往更高质量 更大范围的来为这个全世界人民造福 而且让这成果呢可持续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这个目标 中国也不想让美国牵着鼻子走 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对不对 这些计划都要往前推进 台湾它就在那里 台湾就是一个岛 这一个岛它永远都是那里 我们的历史已经写得明明白白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联合国的决议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全世界人都知道台湾就是中国的 这没得说 走到哪去 这也改变不了 所以呢我相信中国政府就想把这个一带一路往前继续的推进 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些呢全部都要完成 至于说台湾 我们什么时候要给他拿回来 我们就什么时候给他拿回来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能力把他拿回来的话 那将来就更有能力把他拿回来 而且呢将来如果说美国 他真的2024年他自己发生内战 对吧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美国人自己说的 美国专家自己说的 对不对 他们长期研究这个一个国家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内战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2020年他大选那会儿 拜登和川普两个人发生的那个冲突 我们能够想到1月6日 美国能发生颜色革命吗 能发生冲击国会吗 我们永远也想不到 对不对 我们想不到的事其实还多了 2024年美国会不会发生内战 没有人想得到的事都发生了 有人想到了的事 有没有可能发生 还有可能啊 2024年美国大选会发生什么事 很值得我们期待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 对吧 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静等美国2024年 好 我刚才又说了 什么非洲啊 中东啊 中亚呀 东欧啊 西欧啊 拉美啊 中国现在呢 人心向背 那还有我们自己家门口 就是这个东盟 东盟是国 就是我们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 美国呢 除了老拿这个台湾说事以外呢 他就老拿南海这块来说事 他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鼓动那个菲律宾 说和中国搞那个仲彩 鼓动完了以后 完了也就完了 而且呢 他那个阴谋 还让菲律宾 给他揭穿了 因为他搞那个仲裁 有费用啊 那个费用 美国之前 他说那费用由他承担 结果呢 事完了以后 他不承担了 那菲律宾就出来说 不对呀 你美国不是说 费用都是由你承担吗 凭什么现在要我来承担呢 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农包给捅破了 对不对 一下子就揭开这盖子 让我们知道啊 合上 这就是你美国搞的事啊 可是最近呢 菲律宾的总统就说了 多特尔特就说了 说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话 我们菲律宾 绝对要中立 我们是一个小国 我们可不能在里面插一杠子 到时候中国的那个飞弹啊 跟下雨似的 往台湾地区下 我们能把那个飞弹 给他引到我们菲律宾来吗 No 不能 我们不能做那样愚蠢的事 多特尔特最近所发布的这个讲话 也在全世界引起来了很大的轰动 美国心里面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 如果说都特尔特他不参与你这事儿 菲律宾不让你利用 你的军队也不能在菲律宾作为基地 你还打什么你打 所以说呢 他们今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呢 他里面有一句话 我就觉得说呢 美国他玩了一下文字游戏 他有点给自己打脸 他是不会参与台海战争的 他都不会参加 那日本叫嚣着说台湾有势等于日本有势等于美国有势 这纯粹是不自量力 早晚得打脸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住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